上周四呢 我们上市了这个新的Listing Townhouse 22号 那Honey Drive 上市前呢 我就问卖家 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卖家说 没什么要求 别紧张 但是呢 我希望你呢 一个星期就卖掉 一个星期就卖掉 现在利息这么高 市场这么慢 一个星期可以做到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恩多杰达地产的 博客Friedly 今天呢 是2024年的5月18号 那我们呢 来到了这个 我们的Listing 22号 那Honey Drive 这个分享一下 这一个星期 做到了吗 先说答案 我们是在16号 也说星期四 前天 同一收offer 最后呢 是有八个offer 一共啊 我们卖了1325000 也就是说133% 这个交价 而且是在一个星期 就卖掉 卖家也很开心 Yeah Thank you 好了 因为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这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也是跟大家分享分享 同时呢 现在呢 就是现在信息很多啊 各种这个来自新闻媒体啊 各种网络的分析啊 这些 我觉得呢 我做的这些分析和这些感受呢 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而且是我自己的Listing啊 这个真正的是这个 和陪伴着我的卖家和这个很多这个买方的Agent啊 买方的买家啊 来一起走过的这个一个星期的过程 所以把这个过程中呢 一些点点滴滴啊 还有这一些我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首先 卖家之所以跟我提这个要求 就是说一个星期就卖掉呢 是因为这个房产本身具备了这个地利和人和啊 怎么讲 呃 天使首先讲呢 就是说这个现在属于这个高利息这个状态嘛 行不行 属于一个大的问号 但是地利呢 这个房子的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 啊 是在这个Hive 7和Bayview 这是属于high demand的一个区域 很多华人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交通便利是吧 4-7 4-4 啊 Hive 7 而且呢 这个生活很便利啊 生活便利的是周间很多大型的超市 什么Lobolos啊 Wermart 还有这个肯定他呀 Home Depot 电影院啊 还有很多华人喜欢的超市啊 这个华人喜欢的这个呃 餐厅啊 都在这附近 所以说呢 啊 很多这个主页都非常喜欢这个地区 是好地区的起伏价位啊 而且呢 就是说从学校来讲呢 这是属于啊 A级别的这个A以上的这个学校的啊 小学啊 高中啊 这个配置 所以说呢 这个 占据地利啊 那么人和呢 是因为我的客户呢 跟我呢 我们认识了都超过了15年啊 所以说呢 相互比较 呃 配合度比较高啊 而且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装修啊 呃 包括这个布置啊 把这些这个 呃 我们就很多的探讨啊 所以说呢 现在卖房需要高度的默契和配合啊 占据地利和人和天使 那要看了 是吧 这个 所以现在跟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和很多媒体宣传的呢 不太一致啊 包括很多agent的后面都打过来 都觉得大家都觉得很震撼很惊讶也很振奋 yeah 做的好 干的好 哈哈哈哈 OK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 我有三点呢 这个比较啊 深刻的体会啊 第一呢 就是说呢 在整个这个大的市场 GTA啊 这个毋庸置疑 现在属于呢 高利息 属于买方市场 是吧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放 这在放缓 库存量在升高 但是在很多细微的小的这个市场里 属于卖方市场 这一点可是要大家要分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单位上市以后的话呢 一共有这一个星期有将近100个收益 是吧 这个offer date啊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以后的这个 5月16号 一共收了8个offer 8个offer 这让我感觉梦回到2022年的4月份啊 这当时像这种townhouse 也就这意思 8个offer 10个offer 最多10个 12个offer 这已经这数量上已经到达这个级别了 而且价格上 那竞争也很激烈嘛 我们开价是100万嘛 最后卖价是132万5000嘛 这竞争是很激烈的 整个这个过程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就说如果是包括要卖房的朋友 和买家 已经ready的买家 那大家呢 要不能就是说光看这些这个媒体 因为媒体是很general的啊 但是我们要看每个细分的市场 因为卖家 你卖的房产也是嘛 你在不同的地区 好的地区 中等的地区 略微差一点的这个地区 那不一样 房型 condo freehold 那表现不一样 高价位 中价位 低价位 表现也不一样 所以呢 大家呢 要这个研究好 这个每一个细分的市场 现在在好的地区的 起步价位的 像这种freehold townhouse 属于卖方市场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就是结果吗 我刚刚做到吗 是吧 一个星期 100个showing 8个offer 最后133%的这个卖价 是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啊 第一个感受啊 第二呢 就说买家现在很焦虑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现在的话呢 买家有一个担忧 就是说利息如果降的话 房价会迅速的反弹啊 很多朋友也说 那吓牛 agent 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要是准备好了 这个资金 而且呢 你就是喜欢某一个特定的 这个区域 而且这种你喜欢的房型 又不是天天这一个 那一个这么出 那你一定是有点焦虑的 这个是很自然 因为这个呢 是我跟很多的这些agent 尽管就是说 差不多有100个booking showing 但是我跟其中好多agent 都交流过 他们也是讲 买家呢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呢 也会担心心呢 就是说 当然各种各样的担心 其中一个担心呢 就是说 哎呀 这个利息如果真的是降了以后 这房价会迅速的反弹 这是第二个 这种感受 买家呢 是也很 卖家很焦虑 卖家也很焦虑 现在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再有呢 就是说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说呢 当利息如果真的是变化往下走的话 那像这个房地产 尤其像这种还demand的房产会迅速的反弹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咱就说吧 像这个房产在2022年的时候 那是历史最高点 利息 因为利息最低了嘛 当时我记得 hisbc给的利息是0.99 历史最低利息 当时这个房产也不过就是140万 那么经历了十次加息 我卖了132万5000 也就是说 也就是只有加了十次利息 这降了5% 但如果是一次的这个这个降息啊 咱说比方说降了 比方说这个0.25%啊 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 比方说23%的一个反弹 如果降了 真的是降了1% 那基本上就是差不多67%的反弹 因为这是大数据统计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说呢 这个这是我这个啊 刚才讲的这三点啊 这个最深刻的体会啊 因为这种感觉还是很很很fresh 很我还沉浸在这个整个这个一个星期的这个过程中啊 呃 这刚才这三个体会啊 第一个就是在大的这个呃 呃 环境之下的话呢 买家卖家要看好你那个细分的市场啊 在这种好的地段的 这种起步价位的freehold的 现在属于卖方市场啊 而且还很强 现在 第二呢 就说呢 现在的这个呃 买家呢 也有自己很强的焦虑 尽管现在属于属于大的环境是买方的市场 但是呢 他们如果想再看这个小的这个细分市场 我就要这个地方的某个房产 那第一不一定出嘛 第二出来以后也可能很 也有可能好多buyer在跟你一块竞争嘛 是吧 尤其像这有特点的 像这个单位后面有个park 这是它属于独特独特性嘛 再有呢 就是说这个呃 买家的话呢 如果你真是看上这个房产的话 那你还真的是要果断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利息这个如果是这个下降的话呢 房价确实会反弹 这是现在我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啊 这是这这三点啊 所以说呢 那么话要说回来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买家来讲 那么如果那要看上你这个喜欢的是哪种类型了啊 这个多研究研究那个细分的这个市场啊 来决定是处于哪种策略 但如果卖家 那你刚好手上如果想出手这种 好地区的起步价位的这种啊 产品价格呢 一百万左右 那个呢 那现在刚好是你的台名啊 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都在线了啊 这个呢 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再联系我 那咱进行深入的探讨 好了 朋友们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 拜拜 拜拜